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两位明星领队 带领着今天第三轮老年朋友 闪亮登场 这一回呢由石头先来介绍 自己的这位老年朋友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是职业非专业歌手 今天来到这呢 不干别的 就是唱给你听 最好听的歌声唱给你听 接下来来听一下刘大成 介绍身旁的这一位 我们这位是专业非职业选手 孔宝国 孔叔 他的爱好从小到现在没有改变过 专业非职业是吧 专业 不是 他们是职业非专业 你说是专业非职业 好吧 就是这样的两位老年朋友 那一方呢我们知道是歌唱 另一方呢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一会儿呢来揭晓答案 究竟这一轮谁先出场呢 来 灯光选择马上开始 三 二 一 停 好 我们看到灯光选择助手在刘大成一方 所以最后一轮将要出场的是刘大成战队的孔宝国老人 孔叔 今晚看你的 好的 现在呢我们常上了道具 大家应该明白了我们孔宝国叔叔他最大的这个叫什么专业非职业 他的爱好就是钓鱼 对对对对 孔叔叔钓鱼有多少年了 我钓鱼是从小坐我爸的一个自行车大梁上就开始钓鱼 就还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开始钓鱼了 坐在我父亲的自行车大梁上就带我钓鱼去 那为什么最后把它听说发展成了一种兴趣 甚至是迈向了专业的水准 这个就是小时候纯属于爱好 正是接触到这个竞技比赛这个呢是九几年 以前我们都是玩那个传统钓 就是出去自己钓着玩的那个 纯属是自己的爱好 对因为我也没有别的事 就是钓鱼是特别喜欢 打小的一个爱好 对对对 我们知道到83年的时候呢 国家体委就将钓鱼正式列入了体育竞技的项目 而且在钓鱼当中呢还真的是分级别 就像国家一级二级三级运动员 在钓鱼的级别呢会分为好像叫钓鱼大师 还有竞钓高手竞钓能手和竞钓手的称号 对竞技大师啊什么 有好几有好几个级别 那现在您已经达到了哪个级别 我就是纯属于职业玩家吧 也没有因为岁数大了 也没有那个什么得过什么大奖 就是自己玩 相当于呢相当于竞钓高手 也算是跟普通不会钓鱼的算是高手吧 国家二级运动员相当于 接下来呢我们要考现场的三位评委嘉宾 一个小问题 钓鱼正确的甩杆姿势应该是什么 来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三位上场 好考验一下三位平时钓鱼吗 没有听听没有 钓过 钓过好吧 我们就从这位钓过鱼的人士开始 来 海洋 平线就在这儿呢 是不是 为了别刮着我自个儿 开始了 先往后 拿着 后边 您这赶驴呢 这还是 这就是 这是您的姿势 是吧 来 文华 我不懂 您就自己来吧 您这射击 您可以直接拿把鱼枪去射鱼 您都不用钓 来 停停 还挺重这边 来 准备好 好长 好 你觉得该怎么钓 这太优雅了 哎呀 您别把自己给幽进去了 我反应过来了 我知道正确的姿势 办法应该是什么了 应该是这样 首先我拿到了鱼杆 然后一直在思考怎么去钓呢 那么下一个步骤就是 大哥 这个你帮我甩一下杆 来 有请孔叔叔 来 给我们甩杆 这些杆吧 它是属于 这个名词叫抛杆 抛杆 咱们那个普通人 一般都叫它海杆 我们往它叫远头杆 头 头 头制 那个端杆头制 好 好 你听那声音 来 再来一声 我感觉稳 就冲着十斤大鱼去的 我觉得我那要怎么怕的 还有一种是侧抛 来 侧抛 来 那就刚刚 对 我给你学那个 漂亮吗 这是这样的 来 再来一遍 天哪 这个很漂亮 多好看哪 这是手杆 这只手杆是三米六 它跟那个海杆吊声音不一样 它这个拿着这个牵杆的位置 完了以后往前抛杆之后 一松手 这样 抛过去以后 往下压线 压线飘立下来 再次感谢我们这三位 主委嘉宾 来 谢谢 那孔叔叔您能告诉我 现在平均退休生活当中 多久会出去钓鱼一次 一个礼拜咱们也得出去两三天吧 两三天 钓鱼带给您的最大收获和改变是什么 尤其是在您退休生活之后 我觉得比工作的时候还要充实 这个钓鱼的时候呢 跟这些鱼友在一起 跟朋友们在一起 和这些年轻的 跟我同岁的 跟他们在一起很欢乐 在一起钓鱼很开心的 所以说我就一直喜欢钓鱼 就是因为这一方面 结交好多钓鱼 鱼友 这个鱼友 这个钓鱼也是对 咱们这个老人 那个身心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可以让老人能够静下心来 静心养性 也养气 对吗 对对对 坐在水边上呢 它有一种抚养离子很高 这样对人身体很好的 还有这样的功效 没事休闲 约几个朋友 休闲的时候 出去野钓啊 水库里去钓钓鱼啊 很好 投入到大自然当中 既赏心悦目 关键最后还有收获 确实是一种非常好 非常适合老年朋友的 一种退休生活方式 也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 加入到您钓鱼的队伍当中 好吗 对对 很希望 那今天呢 孔叔叔来到我们的现场呢 不仅仅是给我们 讲授这个钓鱼的乐趣 和它的好处 更重要的 孔叔叔今天在舞台上 也要突破一下 自己的晚年生活 挑战一下自己 带给我们大家一首歌 是吗 平时也不唱歌 唱得也不好 所以更要挑战自己吗 在舞台上 好的 好的 带来一首什么歌 《红艳》 来 一起来欣赏 打落一下 红颜像苍天 天空有多遥远 酒和肝在枕满 今夜不醉不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三位点评嘉宾 听过之后的感受 首先有请海洋 钓鱼可以让你非常专注 就像你内心的愉悦 别人看起来没什么 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受得到 那时候给你带来的那种浮流满满 所以歌唱得也很好 钓鱼钓得也非常棒 佩服您 最后来听一下 金婷婷品味的感受 特别喜欢宏宴这首歌曲 这个特别宽广辽远 刚才这海洋差点上去 给您伴舞了 对 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个蒙古大草原的宽广 非常好 谢谢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和你同仑竞争的 季生娥阿姨 她的表现 好吗 来 有请 季姐 今晚看你大 季阿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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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看到您 我觉得您退休了吗 您才多大呀 我已经退休五年了 退休五年了 您这年龄看着不像退休的 我是六零后 六零后 对 那我 季阿姨 我听说好像刚才那个队长说 您是什么来着 叫非专业职业选手 而且是演唱 这是怎么回事 我呢 是从小就喜欢唱戏 我是一名业余的演唱歌手 也不算歌手吧 就是业余爱好 我呢 我们的家乡是在那个大宁县 就在黄河边 我特别地喜欢唱那个陕北宁歌 但是呢 我从小的时候呢 我是喜欢唱戏 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地想当一名演员 到后来呢 也就是受那个传统的那个影响 我也一直 父母们一直 对对对 那做了什么工作呢 后来 我是一名就是畜牧局的一名统计 是一名统计 退休之后突然发现不行 此生不唱我会遗憾终身 那么退休之后呢 组建了一个新生艺术团 这些艺术团呢 都是退下来的这些老童子 都是喜欢 比较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唱戏的这些老年朋友们 觉得特别地 特别地高兴 因为这下就有了这个平台了 我就是喜欢唱歌嘛 所以我就跟上他们 就是在村里头下乡演出 给老百姓演出 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一首歌 我就喜欢唱陕北米歌吧 我就唱一首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太好了 有趣 谢谢 一道岛的那个山丹丹 一道岛水 上面中亚 红艳艳2 到山北 里面差距了 一看河的那个洪青 小 跟着这个烟 一看那珊 唱 花红艳艳 因为我是你装 千家万物 爱爱还有 月口上座 爱爱还有 知性对花儿 飞知性窝窝 夜儿 夜儿 来吧哟 看天地无庸 爱爱还有 风吹散 爱爱还有 风下来了 情了天 情呀 情了天 风下来了 风下来了 三甲带家大阁开花呀 红映 毛主下 领导缠 大脚散 毛主下 领导缠 大将三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三位点评嘉宾 他们听过之后的感受 首先有请金婷婷 阿姨 您这嗓子太好了 自来高吧 我觉得可能你那个早上一起床 唱到嗨声嗨地没有问题吧 直接 太棒了 而且那个陕北民歌的那个韵味咬字 都特别特别好 祝贺您 阿姨 谢谢 好 老师 来 接下来来听一下余文化品味的感受 真的特别棒 我觉得学戏曲的人还是不一样的 不管是唱歌也好 唱戏也好 它都是比较人物化 一定是有画面感的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真的是非常棒 让我们眼前一亮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最后一轮的成绩了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两位明星领队 和你同轮竞争的孔宝国 好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 最后一轮明星领队的拉票环节 首先有请刘大成 倒计时三秒开始 虽然我们孔宝国孔书非常谦虚 他说前面都是有本事的 我觉得孔书最有境界的 钓鱼分为三个境界 第一个小时候钓鱼是看鱼是鱼 到了最后一个第三个境界 那是鱼乐的鱼 说一下最高的境界是像江太公钓鱼 这个直钩也能钓上鱼来 是吧 十秒 我觉得孔书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大家应该 五秒 多想象 向他学习 把自己的业余爱好都丰富 好 谢谢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 石头对岗的三十秒 计时 倒计时 开始 什么叫不忘初心 人家这个就是不忘初心 打小已经定好了 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喜欢做演员 喜欢舞台上的亮丽 然后虽然工作上面 跟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退休了以后 依然追求着对舞台的向往 对唱歌的向往 但是人家没白追求 这唱得是真好 所以这一票给我们季大姐 当之无愧 谢谢大家 谢谢 还有五秒 还有五秒 谢谢 还有三秒 谢谢 还有两秒 谢谢 你表坏了 好的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三位点评 嘉宾考虑一下最后一票了 您将投给谁 首先我们有请余文华投票 那这一票呢 我就投给我们的季大姐好吗 好 谢谢 第一票属于石头战队的季生德阿姨 来 第二票 海洋 按照我的惯例 不行 你最后一票 第二票 金婷婷 那我 我想把这票也投给这个阿姨 我就是这么信 好吗 我给过你机会了 海洋 我最后一句话 同意以上两位嘉宾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叔叔 我要投票我一定投给他的 孔叔叔是吗 因为单纯比唱歌的话 石头咱们肯定就赢了吧 对不对 再说按照今天这个场子 你们现在是三比零啊 我觉得这 对吧 如果要是赢了是三比零了 我觉得这票我一定要 我投给叔叔十票 为什么 你因为唱歌这块 您比我们这位阿姨 您进步空间更大 好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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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恭喜孔叔叔 也恭喜季阿姨 获得了最后一轮 优先选择奖品的机会 来吧 看一下我们的幸运九宫格 季阿姨 首先由您来选择八个数字 请告诉我 今天您选择的是数字 我选择六号 六号 因为我是六零年出生 今年也是六十岁 好 六 希望凑够三个六 好吗 对 好 那孔叔叔呢 六不能选了 其他的都可以 我选一号吧 一号 好 拔的头筹 来看看一号和六号 都是什么样的奖品呢 来 三二一 来看大屏幕 恭喜 季阿姨获得的是单反相机一台 恭喜孔叔叔获得的是 无人机一架 无人机陪着他犯舆情 恭喜 冰毒 感谢 这 你